原标题 他十三岁被皇帝宠幸 六年四胎 生下铁帽子王 却只做了九天皇太后导独 在清朝的二十七位皇后中 有两人是比较特殊的 他们既不是前朝皇帝的皇后 也没有生下皇帝 却最终被追封为皇后 一位是顺着后宫的孝宪皇后董乐飞 另一位便是本文要讲得到光后宫的孝敬 成皇后国尔吉吉特侍 国尔吉吉特侍 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姓氏 清朝初年的孝端文皇后和孝庄文皇后 便是出自这一姓氏 他们身上都流淌着黄金家族的血液 姬成吉思汗的后裔 既然孝敬城皇后 幸福尔吉吉特侍 肯定有人认为 她是满猛联姻的产物 事实上却并非如此 话说孝敬城皇后的祖先 在清朝初年 便被分入了满洲正兰旗 此后旗鼠再没发生过变动 所以说孝敬城皇后 并不是满猛联姻的产物 而是通过八旗选秀赴公的 夏文称孝敬城皇后为博尔基吉特侍 清朝道光五年满清皇室 举行了道光纪委以来的第二次八旗选秀 来自满洲正兰旗的刑部员外郎 花梁阿珍女 博尔基吉特侍突出重围 被选入皇宫 而且据史料记载 博尔基吉特侍很有可能是本次选秀中 唯一一位被选入紫敬城的八旗秀女 当时的博尔基吉特侍年仅13岁 虽然年幼 但却符合道光皇帝的口味 因为通过研究道光后非 他可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萝莉控 所以没过多久博尔基吉特侍 便收到了道光帝的重庆 第二年便生下了皇嗣子一纲 令人没想到的是 博尔基吉特侍虽然年龄不大 却有非常强大的生育力 在此后的五年内 他又给道光帝生下了三个子女 皇三子一纪 皇六女兽任孤伦公主和皇六子一 随着博尔基吉特侍的受宠 他在后宫的位分也在稳步晋升 没过几年的功夫 便升到了贵妃敬贵妃的位置 成为仅次于孝权城皇后的后宫第二主位 可见当时博尔基吉特侍肯定是春风得意的 而且因孝权城皇后早逝 博尔基吉特侍被晋升魏皇贵妃 并成了皇四子一主 贤妃帝的养母贤妃继位后 感念于博尔基吉特侍 当年的养育之恩 先是尊尊她为康祠皇贵太妃 又在贤妃五年将其尊尊为康祠皇太后 不过就在博尔基吉特侍被封 为皇太后的第九天 她便离开了人世 中年四十四岁 贤妃给她上世号为孝敬皇后 时的一提的是 虽然孝敬城皇后所生的皇次子一刚 和皇三子一级扫妖 但她所生的皇六子一却成为 清朝历史上著名的皇子 她便是大名鼎鼎的公亲王 公亲王是晚清非常有能力的一位皇子 可惜生不逢时 是被封为和朔公亲王 不过义的这个亲王爵士世西王替的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铁帽子王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